嗨大家好我是Leslie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利用challigbt 来帮我们高效的完成 像数据输入和数据整理的这样的工作任务的一个案例 当然我这里举的只是一个特定的案例 大家可以把这个案例去做拓展 去举一反三 因为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里面 其实这样类似的工作任务非常的多 那我这个案例的背景呢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高中 整个高一年级1000多学生需要进行一个体检 然后得到学生的体检数据之后 把它输入到学校的管理系统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可能就需要在量身高和体重的那个秤旁边 去放一台电脑去输入这些信息 或者是你打印几张学生的信息表出来 然后学生量了这个体重和身高的信息之后 然后手动填到这个纸质的版本上面去 然后呢你把这些纸质的信息 又要重新输入到Excel里面去 然后上传到管理系统里面去 那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容易出错 或者说要求你的输入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的办法 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今天我们就用CHATBT来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其实特别的简单啊 就是我们可以让一个老师拿到一个手机 然后站到这个量身高体重称旁边 然后我们在手机上面可以下载一个 speech to text这样的APP 就是把语音转化成文字这样的APP 其实非常多啊 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 都可以找得到非常多的这种类似的APP 我这里下载的是训飞语记啊 一个免费的一个APP 它可以把语音转化成文字 那我们这里可以这样子输入啊 比如说一个学生过来之后 他先报一下自己的学号 他先报一下自己的学号 因为这个学号的话一般都是数字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话呢 就语音识别的转圈率非常的高 如果你报自己的姓名的话 他可能识别的姓名不准确对吧 所以我们报这个学号会更好一些 那一个学生过来 他就会说他的学号是多少 然后老师在量了他的身高跟体重之后呢 我们可以老师拿着手机 把他的身高体重数据输进去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0001 身高175 体重65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 对吧 我们就 记录进去拿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下 然后如果第二个人学 过来了 对不对 0002 身高165 体重85 对吧 对吧 我们可以换一下哈 0003 身高178 体重95 OK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会输入的非常的快 对不对 而且不用去打字也不用学生去填 那我接下来就不演示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手机上面的这个得到的文本 因为他语言转文字得了很多文本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复制粘贴到电脑上面来 然后我们打开 ChatGPT 然后我们在ChatGPT里面给他下指令啊 就是请把下面的数据整理成表格形式 第一列是学一号 第二列是身高 厘米啊 为单位 体重 第四列是BMI BMI的数值呢 等于体重出于身高的平方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啊 就是计算BMI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身高我们是用厘米嘛 但是在计算BMI的时候 要把厘米转化成米再计算 然后呢我们给他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比如说0001号 他的是身高是175 体重是65千克 那他的BMI 就等于65除以1.75米的平方 也就是65除以1.75 乘以1.75 等于240i 然后我们可以问他啊 然后我们点击啊 他现在在笑话和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他自己生成了一些随机的数据 对吧 这些我没有给他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 原始数据把它粘贴进来 按照以上的方法进行处理整理到表格里去 然后我们Shift加Enter 然后把刚刚的数据复制粘贴过来 对不对 Ctrl C,Ctrl V过来 然后我们点击发送 对吧 对吧 那现在就得到一个表格形式 我们把这个复制粘贴到一个cell里面去 就是非常快就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把这个上传到系统里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通过我们的语音的输入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输入的速度 然后得到了一些不规则的文本 我们可以让ChatGPT帮我们去填表 而不要用人工去填表 所以整个过程大到提高我们的效率 特别是这个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数据比较杂的时候 对不对 而且他很聪明的可以去计算 去换算单位等等 OK 那今天这个案例就是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 怎么样去利用ChatGPT来帮我们完成各种任务 这个场景的话你也可以去拓展 有很多类似的场景 对吧 你可以利用语音转文字 或者是文字转语音 然后利用ChatGPT 来帮我们完成一些非常繁琐 非常重复的这些低体力劳动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帮我多的点赞 多的分享 多的评论 谢谢大家 拜拜